心疼的關心的是 快藝山河村是嘉義市觀光的新兩點 但幸福酒瓶配搭沒有幾位環境 我們要造成地方的環境 這是京方處地區為規停車 遊覽車一後 遊覽車和警車兩台車相隔 車頂的UK受到驚訝 穿路車水環境來理論 現場完結 他們來到民眾的圍觀 來大台感受的遊覽車 車車停在買路的旁邊 沒有到一步的機率 旁邊也停到一台警車 只能看到一面的環境 在林町裡面比咖啡酒 好像很像在家人情節 這原來是發生在 長快藝山河村 驚訝在現場處地遊覽車 在這台感受的遊覽車 和到現場這間的警車 發生到擦攏 車頂的UK受到驚訝 押沖路車來找京原來正倫 現場也一度不發口角 最後有人化酒車 再繼續這場情節 馬上我們原警在快藝山河村周邊 執行交診情路 離蘇陶勸導 迴規游覽車 死離 有一輛迴規游覽車 遇死離死 一次發生差狀的情形 那我們原警通知 交通隊要前來處理 那遊覽車司機表示 因為趕行程 不願意 那就迅速的將遊覽車死 那時候上洽車的 宇赫眾多 並沒有發生包圍警察的情形 林町鄉路市 跟義士交通要道 加上加力 每一天都有車過一百台 宇南車來出入 所以只有車輛 九尾駕UK路車 就要立即開走 那不然會影響到交通 因為園區位於市中心 停車場是明顯不足的 以前規劃就沒有停車場了嗎 我們園區在規劃之初的時候 就沒有將停車場規劃得很完善 緊守就是讓遊客在定點下車 那可能臨停的時間比較長了一些 停車要來處理 那就是因為當初 觀光區的停車位 不夠多 現在的業者 只希望政府可以到三天 來正式到停車位 只會讓利時會的情況再發生 世信新聞創民黨 各位其他人報道 請問一下